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6月3日 星期五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疫情消息 首先就近日中環已經是第三間酒吧爆發疫情 有專家擔心不知道中環是否已成為疫區 儘管如此暫時未需要一刀刺關閉酒吧 因為既然關閉酒吧 亦意味著其他食肆等措施都要同步收緊才有效 但專家如何評估最新酒吧群組的疫情會否因此爆發第六波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討論嘉欣梁子超認為 這個酒吧群組有機會已經到達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傳播 另一邊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寄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梁子超指當局追蹤個案是濟口的 酒吧群組或已出現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傳播 報導的內文是 本港單日新冠肺炎確診數字維持在三位數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預計 疫情因應社交距離措施的放寬 會在低水平維持傳播一段時間 他形容是邁向病毒風土病的必然結果 而在疫情受控下能夠繼續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他在電台節目中指出要不斷改善防疫措施 防止在這段時間出現急劇反彈膜 減少確診入院數字 又指防護中心在個案追蹤上有滯後 在患者確診一個星期後才發現群組感染太遲 認為當局應該要加快追蹤 至於相繼有酒吧爆發疫情 梁子超認為酒吧的環境狹窄 通風不理想 加上顧客活動 令病毒排放量提高 增加傳播風險 而且Omicron變種病毒傳播速度快 不排除已出現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傳播 疫情會否進一步反彈而攀升 要看看這幾天 因為這幾天是長假期端午節過後 正值是中環第三間酒吧都有一個感染群組 未知會否令確診總體人數上升到四位數字 令病想和各位網友說說第三針的最新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疫苗通行症 第三階段帶動疫苗接種 第三針的人口逼近400萬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疫苗通行症第三階段就在5月31日實施 由5月27日到31日期間 每日接種第三針的人口都超過3萬人 其中第三階段實施當日 更加有54,000人接種 是去年11月11日開放接種第三針以來 當日最多的一天 而在今日即是6月2日 例如說28,000人接種第三針 累計第三針的接種人口 是達到390多萬 佔12歲或以上 可以接種的人口的5成8 打第三針的人口持續上升 當然是持續上升 難道下跌嗎 但另一箱近期是特別多的 為甚麼呢 因為不打第三針 也說至少有幾十萬人的疫苗通行症 或是會因此而失效 導致到今天明日後日也好 不知疫苗中心會否因為打第三針而大排長龍 佳欣若然不打針的話 任何都不能去 若然強行入的話 有機會被罰五千元 沒辦法 所以說到接下來第三針的階段 業界也估計會因此 生意會下跌 未知最終對飲食業的影響有多大 但相信有些朋友可能現在 疫苗通行症失效的話 都比較少下街 沒有人 每次都不准進 唯有要安排打第三針 你的疫苗通行症才能繼續有效 而且大家都在問 遲些會否變成第四針 即所謂會否打針無止境 即是現在是三針 遲些是四針 四針五針都不夠 才能繼續令到疫苗通行症有效 所以計一些專家講法很簡單 若然三針的接種比率達到某一個水平 應該要取消疫苗通行症才是對的 令邊商和各位網友跟進一則奇怪的新聞 根據HK01的報導 藍學神即是學車的朋友 在Facebook就指 遭到攪車師傅侮辱兼擦頸 而攝氏的師傅已經交給警方處理 報導的內文是 一名藍學神在網上發貼文 控訴被一位代貨教車師傅言語侮辱 說我開車很差 又人生攻擊我 叫我不要再去學車 又要求就15分鐘的課堂收取600元的費用 當事主打算拍攝教車師傅證的時間 就遭到對方擦頸 就說完全不明白這個人的所作所為 攝氏教車師傅向HK01表示 將事件交給警方調查 他就說 事主在網上說的東西我控制不了 始終那些東西是他發表 一名藍學神在6月2日Facebook群組發帖文表示 日前跟一名代貨的教車師傅上課期間發生爭執 那名學神控訴先被那位教車師傅 以難聽的說話侮辱 說我開車很差 又人生攻擊我 叫我不要再去學車 事主指自己當時仍然引氣吞聲禮貌回應 事主指 事主指其後師傅要求他 洗回大球場門口 又指這次課堂不用收錢 不過回到大門口之前 師傅又指需要收回600元學費 不過當時只上課15分鐘 事主指其後打算拍攝師傅的教車證 被對方插頸和推向玻璃搶回證 據事主上載的片段中 兩人在拉扯之下 教師正被扯爛 其後事主控訴我真的報警 你這樣教學生嗎 你代堂沒問題 為何要這樣的態度對我 師傅就回應 你為何搶我的證 你一手搶我的東西 事主指我拍完就給你了 又想問為何你剛才哭我頸 其後需要由另一位教車師傅到場調停 事主在貼紋上又上載自己面部貼上紗布 手部、頸部、紅腫的照片 聲稱已經報警 以及到醫院驗傷 HK01根據片中教車師傅的資料 聯絡到那位教車師傅 不過他就表示已經就事件報警 對事件無可奉告 他就說事主在網上說的事我控制不了 不予自憑地說 這宗新聞相當奇怪 因什麼解救教車教導要搶人的頸 或者學車機要學到搶人證來拍照 因為家印的過程才是口角 侮辱學生 為何要學車 你不要學車了 學生其實就是因為不懂駕車才要學車 令編商究竟拿那個教車師傅證的期間 發生的爭執是怎樣的一回事 看來大家都是靠估計 還要有待進一步的資料披露 令編商和各位網友講講的社區消息相當重要 根據AM730的報導 中華煤氣研究在8月開始 加價4.4% 估計七成家庭每個月加幅不多於10元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打算今年8月1日開始 將會兆招義的標準煤氣收費 調高1.15先 去到27.2先 加幅4.4% 預計 若我七成家庭用戶每個月的煤氣收費 增加不多於10元 若我一半工商業用戶每個月煤氣費 增加少於290元 煤氣公司同時承諾在未來兩年不會加價 真是百物騰貴 雖然聽到家庭好像不太厲害 不過少數怕長計 日常生活有煤氣有電費有水費 甚麼都好 這個加點那樣加點全部都會變成 老百姓百上加根的理由 說這次加價未來兩年都不會加價未來五年都不會加價 當你要有承諾 另邊商就是利民紓困措施方面政府還是慢吞吞 第二期的消費勸越廣越後 現在都未有一個消息何時轉會 所以說尤其是在疫情過後 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 看來基層市民的生活在近期都是相當淒涼的 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曠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勵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